YO!又是寶柱檔寶柱機 今天來玩的這隻手機遊戲 沒錯,就是一隻新的遊戲叫做有殺器童話 這遊戲最近才推出的,而且比較出名 因為這遊戲有Bob和堂妹配音 今天也有Muffin一起玩 就是童話,童話當然有小紅帽 小紅帽,小紅帽 不是,我是小黑帽,sorry,我是小黑帽 還有一隻狼啊 是不是,你是不是吃了媽媽的狼人 狼人Muffin,那我們一起玩吧 哇,現在可以選男女角色 蛤?你聽得到嗎? 選女呢? 一起冒險吧 同妹嗎? 一起冒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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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改了我的名字 好了,改了,好厲害 用到小波子 幸好這隻剛剛新出的遊戲 暫時用到小波子的名字 我現在用小波子 哼 Muffin呢,你想用什麼 你又想玩了,你用Muffin吧 OK 白馬王子 這個無效 那個無效的無效 就在前面 只要將他打敗 就可以拿到最後的記憶碎片 就可以恢復你的童話世界的秩序 這個怎麼玩的 哦,這樣走路是挺有趣的 有點像玩LL的感覺 啊 白馬王子?你竟然不死心啊 你真的以為憑你這些魔力就想打敗我 這次我帶來了預言裡面的大巫師 一定將你打敗的 是嗎?那來試試這個大巫師有什麼魔力吧 有什麼魔力呢 咦,按一按可以懂技能 有什麼技能 哇 那種感覺是真的好像打Dotter LL大家最常玩 可能大家以前有玩過Wallcraft 我想這個年代好像有玩過Wallcraft Wallcraft是紅的時候 LL 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竟然和白馬王子 艾麗絲 OG公主一起挑戰這個邪惡的無厚 預言? 大巫師? 難道我也有像克里博特一樣的身世? 但我們沒有什麼魔法基礎 附近傳來了一個 敲聲 有殺氣 我們要快些做好戰鬥的準備 嗯 快點去抽小鮮肉來幫忙吧 好啦,可以抽小鮮肉吧,堂妹你這樣說,我要抽呢 硬直嗎?喔,好啊 抽一次啊 對,真是好運到爆啊 抽到這個,戰紅貝爾 哇,紫色夥伴,是不是厲害很多 竟然是紫色的 快點給他加入隊伍吧,助手生物要來了 好啊,出戰 我根本就是Muffin,好嗎 這隻是冰箱版Muffin,你看看多像 你看看他多像,還不是他 很明顯你就是我們傳說中的小鮮肉 是不是,好啊 Let's go 好啊,有了這個大藥盤,我們安全多了 Muffin也想看 好啊,來了啊 助手生物已經來我們 沒有險了嗎 附近來了很多助手生物 快,快點把他們全部趕走 好,就一點聽你這樣說 各位助手生物,你們的末日禮 不好意思,不小心 過場玩咩咳了堂妹的聲音 開始 按下地面就可以動的了 按下地面就可以動的了 Muffin,動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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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動的,喂 動啊 好了,不搞機了,繼續 按一下技能就可以出技能 按一下地面就可以動了 Muffin,你明白了吧 其實畫面也挺順 而且畫面也 四方框的技能就可以拖出釋放 四方框的技能可以拖出來釋放 哇,有範圍技了 範圍技 這個叫什麼 吃冰蛋啊 Ice Cream 這個叫什麼 Ice Hammer 火尾那個招 是不是妖美的招 火尾 我把火影和妖美混合了 Sorry Ice Hammer 我就是 雷停 雷停 雷停閃電 還是叉叉電 我叫做閃電發射 簡單 有我們的Muffin 小鮮肉 他的巨爪 他的紅爪 一下子就把他丟掉了 還升 真的跟我夢中的司法方式一樣 不過這些魔法好像沒有夢中那麼漂亮 火盤越強大 使用的魔法也會越厲害 越好看 那又是 繼續 冒險 哈哈 那些黑人真的坐了心 讓他們見識一下你的厲害 我又咳了他那些說話 那些黑人真的叫什麼 朋友你說完 你知道嗎 你剛才說什麼 Muffin 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 他不知道 不要緊 放心 Muffin 你跟著我可以 你這個大隻Muffin 有你的批甲 我們先搞定那隻後排輸出高的小貓咪 想打誰 打誰 自活600 對不起 不是 這裡打不到 OK 打後排的小貓咪斯 哦 刺一刺他就可以直接殺了那個 其實這樣好很多 很多手機遊戲打怪的模式 都不能先後置序讓你選擇 指定打誰 而且他的 即是你可以說他的活用性 是更加大 因為好像在玩DOTTER DOTTER LL 這些 戰術型 點擊戰術型的 即時戰略遊戲 嘩 嘩 拿金幣 嘩 我喜歡點點點點 Muffin跟著我 騰騰轉谷花園 什麼時候Muffin這麼大隻 真的 嘩 這隻有什麼 牛仔 放大技 嘩 吃我的冰塊 太熱辣辣 吃冰塊 消暑解渴 死吧 好了 搞定 KO Muffin那隻舞很帥 Muffin那隻舞 Muffin那隻舞 Woo Woo Muffin那隻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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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Muffin的獄獎點擊關卡 好 馬上有第3關 小熊帽就說 阿貝 你快走 這裡的詛咒生物太多了 我不知道還可以頂多久 阿貝說 小熊帽 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終於將大巫師 請回來了 我們就將這些詛咒生物擊退 先說吧 沒得堂會背後 大巫師 大巫師 好啊 奧茲大陸 終於來到希望了 嘩 音樂好激昂 嘩 嘩 即是我覺得 手遊 如果選對了音樂 整件事就很不同 整件事高了幾個level 大家聽不聽到那種 血蜜輝體的感覺 嘩 令我想起真的好像打了魔獸 你知道打了魔獸 fighter 每一服 每一服 音樂��排 都 seeking 嘩 那些獸人都在跟到說話 大哥 留待 тай 他先將他打 Muffin Muffin 直接幫他 哇 Muffin 把那個矮人一個 分子 記憶碎片是甚麼?是否令我魔力更強大? 在童話世界剛開始的時候形成了一個記憶之輪 維持著這個童話世界的秩序 但由於無後釋放了禁忌的詛咒魔法記憶之輪 承受不到就破損成為無所記憶碎片 但只能夠擁有強大魔力者才能掌握這些記憶碎片 魔力不強的人就會被碎片中無窮的記憶影響 變成詛咒的生物 如果獲得所有記憶碎片就可以重塑這個記憶之輪 就可以恢復這個童話世界的秩序 我們把小熊帽增加到隊伍裡面 我放得像不像? 啊!終於出來了 甚麼?剛剛那一刻吃到甚麼肉? 吃到狼肉那是小熊帽的聲音嗎? 哈哈哈!小熊帽要吃狼肉 即是怎樣呢?回頭了 小熊帽應該是給狼吃的 我要吃到你的肉 有點貴了 我說錯了 除了冒險之外 我想我也需要看一下這個遊戲 其他界面 始終這個遊戲 我想它的特色最出名 其實就不是任務 限度有三萬元 開服基金 喂喂不要咬 噢!它的背景是可以去競技場 10L的 這個搶奪就是15L就可以用 然後25L的舞會 就可以跳舞 就是我所說的特色之一 即是可以在這個遊戲中 跟朋友一起去跳舞 就是這個舞會的特色 然後這個搶奪就是跟別人PVP 然後贏了別人 就可以搶別人身上的裝 我覺得不錯 現在才3L的聲音 大哥 一起玩吧 MUFFIN 讓你按 MUFFIN在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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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太厲害了 MUFFIN你看 你一打就三星了 太厲害了 太強了 下次我打機也要找MUFFIN才行 大家想不想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覺得 打機應該專心這樣玩 MUFFIN的配音 先聽一次 嘩 MUFFIN這聲音是很粗狂的 MUFFIN看不明白那些中文 可能有人寫翻譯給MUFFIN看 才看得懂 翻譯最多都是狗掌的文 你知道 喂喂 對了 知道了 你的外婆可能身處在這個詛咒影響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會想不想救出你的外婆 多謝你一大巫師 我希望外婆沒事 來吧 這個玩遊戲和衣服是外婆的 不過 難道 持有這個記憶碎片 是外婆 她把外婆變成了什麼 蛤 外婆才是那個 那隻狼狼 不是吧 喂小熊不要 你要冷靜一點 那些超強魔力的普通人 覺得碎片的話 會被她影響到的 只要我們把她的記憶碎片拿出來 外婆應該就可以恢復了 嗯 我們還是先把外婆打完 再拿出這個記憶碎片再說 好了 秒殺她吧 Ice Hammer 啊 啊 Firestorm 啊 Electric Everyday I Shot 蛤 哇 她出大技了 哇 走啊走啊走啊 好可怕 哇 啊 啊 哇 想不到打大哥也有技巧啊 哎呀 左邊啊 聽不到 跟她拼過Muffin Muffin一定贏啊 拼死她 啊 搞定了 Muffin 做得到啊 其實Muffin沒有打過 但是巫師傅你用你的勇氣之力 用這個親吻的形式 看看我能不能拿回這個記憶碎片 啊 親吻的形式 我試試親了Muffin 看看我能不能變一個人 嗯 整個嘴都是毛的 搞錯 嘴下去之後 嘩 頭好痛啊 為甚麼好像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咦小熊帽 我的孫女 你做甚麼啊 為甚麼你哭的 愛婆 愛婆你恢復了 太好了 你被這個記憶上面影響了 甚至變成狼人 蛤 狼人 我就說為甚麼夢裡面 好像很想喝血 那樣 啊 沒事了 沒事了 小熊帽 咦 真是怎樣 我們要用愛婆入手啊 即是我們可以用愛婆 好啊 人家等不及了 按臉就可以看長情 我當不及了 按臉就可以看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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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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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你的樣子進階 進階 進階 好 我想暫時就先玩到這麼多 沒錯 因為等級真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升到 暫時還沒試到這個 武會的功能 以及PVP搶奪功能 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沒錯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如果有甚麼更有趣的遊戲 或者有甚麼更特別的模式 我告訴大家看的時候 就會發揮大家看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MUFFIN說拜拜 拜拜 多過癮啊 哇 又追過來了